民国初年 新华县城郊有一户张姓人家 下之日时夫妻双双被人杀害 丈夫张明死在村外 妻子刘氏死在卧室之内 夫妻二人皆浑身赤裸一丝不挂 家中钱款没有背道痕迹 相邻交代 张明夫妻二人平日里 待人接物十分谦和有礼 并未与人有过节 夫妻二人惨死不知是何人下手 县府之事见此案一时没有眉目 只得让邻居先把夫妻二人尸体穿好衣服 安葬在张家宅院后面的空地上 此案一直无解 成为悬案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一年之后 徐长青调任兴化县之士 徐知事得知张明夫妇被害案后 决定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徐知事让人开关验尸 尸体已经腐烂 很近隐约还能看清 大致看了一下尸体的腹部 发现皆是被尖刀所赐 好像是同一人所为 徐知事觉得此事蹊跷 张氏夫妇二人被杀 为何全都一丝不挂 而且丈夫死在外面 而妻子却死在屋内 家中钱财也没有丢失 这真是奇怪 徐知事一时难以判断 只得将尸体重新安葬回去 接下来 徐知事又调查了张氏夫妇的邻居 在问到邻居陈辉时 陈辉声味俱下说 张氏夫妇对自己有恩 夫妇二人是当地的好人 陈辉的诉说让徐知事颇为感动 在问及张氏夫妇 是否因为奸情被害时 陈辉说夫妇二人 绝对不可能因为奸情被害 他们都是恪守礼法的人 经过调查和反复思考 徐知事认为杀死张氏夫妇的凶手 可能距离张家不远 张明死在村外 他的衣服必然还在凶手手里 当地有用瓷器换衣服的小贩 徐知事于是便让手下李虎 假装乘小贩去换衣服 从查找衣服着手 第二天 李虎挑着担子在张家门口转悠 时不时来回观察 路过张家门口的人 临近中午时分 从张家邻居的房子中 走来一位妇人 妇人手里拿着一把短刀 交给李虎要换两个瓷盆 妇人告诉李虎 这把刀很锋利 能切很坚硬的东西 小孩子拿着玩害怕伤了孩子 因此来换点瓷盆去用 李虎拿起刀一看 发现此刀果然很锋利 刀背后而认保 李虎当即用瓷盆换了这把刀 李虎回去之后 把刀交给徐知事 徐知事找来卷宗和验尸记录对比 结果发现这把刀与尸体上的伤口 尺寸毫发无差 徐知事心中惊讶不已 原来自己到处去打探调查 殊不知这凶手 极有可能就躲藏在这邻居之中 舍尽求远浪费时间 怪不得难以破案 一日一早 徐知事将当事的邻居 全部传来雅鼠审问 徐知事告诉邻居们 昨晚张明托梦给我 杀死他们夫妇的人 就是你们中的某一位 事实已经查明 你们要赶快招供 免得独行加深 自讨苦吃 徐知事说罢 众邻居都说自己冤枉 并没有加害张氏夫妇二人 徐知事在说此话时 仔细查看了众邻居的脸色 结果发现邻居成辉脸色 有了一丝变化 心中暗暗记了下来 徐知事问了一上午的话 最后已成辉有作案嫌疑 将他留在了雅鼠审问 其余人则全部放回 徐知事找来成辉的妻子王氏 告诉他成辉已经交代了杀人的事实 而且他说杀人的主意是王氏出的 王氏罪大恶极 该被处以极刑 王氏一听 吓得连呼冤枉 他说丈夫杀人与自己合肝 人是丈夫杀的 自己根本就没有出过一点主意 千万别把这件事情推到他的身上 徐知事一听 杀人者果然就是成辉 徐知事让人把成辉从监狱中提出 让夫妻二人对峙 成辉夫妇此时才知道 徐知事的一番假话就套出了真案情 成辉见大事已去不再隐瞒 说出了杀人经过 原来 被害者张明与成辉的妻子王氏油染 二人私底下多次图谋相欢 后来成辉发现了此事 成辉气愤 本想杀了二人泄愤 但转念又想张明的妻子刘氏长得更美 远胜自己的老婆王氏 于是变想了一个报复的毒计 那就是与张明的妻子私通 张明对妻子看管很严 成辉一直没有机会 但是成辉脑瓜子灵活 又舍得花钱办事 每次去张明家中都会带些好东西去 久而久之 张明放下了戒心 成辉经常出入张明家中 与张明妻子刘氏调笑 刘氏也时常与成辉戏谑 成辉认为机会成熟了 一天傍晚 成辉假装对妻子王氏说自己有事出去 要几天才能回来 成辉带着行李出门之后 躲在离家不远处的一个废园里暗中观察 天黑之时 张明果然鬼鬼祟祟的来敲成辉家的门了 成辉的妻子开门 一把将张明拉了进去 成辉见张明去了自己家里 于是便赶往张家用手轻敲张家的房门 张明的妻子刘氏以为是丈夫回来 于是便起床开门 刘氏刚把门起开一道缝 成辉就迅速挤进去 一脚踹翻了油灯 此时正好是阴雨天气 油灯被打翻之后屋内漆黑一片 刘氏见来人不愿多说话 自己也不再言语 也就脱衣上床 躺下之后 刘氏自言自语抱怨说 你也不知语何人怄气 问话也不答 叫你也不答 叫你也不应 真能把人闷气煞了 成辉趁机翻身而起 一下子爬到刘氏身上 刘氏正在气闷 见男人向己求恩 恰好解除沉闷 也就随之辅救 二人当即在床榻之上翻云覆雨 中途之时 刘氏察觉有异常 于是就想中途止住 张某此时难以自视 怎容就此打住 势必 刘氏急忙光着身子下床 取来灯光进到床前一看 床上之人 原来不是自己丈夫 而是陈辉 刘氏心中大惊 抓住陈辉头发 想把他撕扯下来 陈辉被抓住头发正脱不得 突然瞥见桌子上有一把短刀 这把刀是张明留给刘氏防身用的 陈辉迅速拿起尖刀用力刺去 郑重刘氏腹部 因为用力过猛 刘氏当即身亡 陈辉剑杀死了刘氏 不敢在现场逗留 慌乱之中抓起床边衣物 该在刘氏尸体上就出门去了 陈辉出门之后 又返回来取走了那把刀 陈辉本想逃往他乡 可是自己身无分文 就想着去搜索一点钱财再走 但是自己老婆王氏强悍 不给他钱财 就想用这把刀去威胁他 陈辉持刀回到自己家中 来到窗户下一听 听到老婆王氏正与张明欢续正农 陈辉心中不禁怒火中烧 杀鸡炖起 陈辉从窗户冲入房中 挥刀朝张明腹部连刺了夺刀 张明被刺了几刀 当即当地身亡 陈辉的妻子王氏目睹这一幕 吓得缩在墙角不敢出声 陈辉杀了张明 本想连妻子王氏也一起杀掉 但他却未拒王氏 竟不敢下手 今天又连杀了二人 也不敢再继续作恶 于是便告诉王氏他准备逃往外地 王氏告诉陈辉 现在张明被杀 如果他连夜逃走的话 雅鼠肯定会到处追击他 倒不如用小船 把尸体运到郊外荒僻之处丢掉 然后在家中静静等待 到时候肯定没人知道是你杀的人 陈辉于是听从妻子王氏的话 把尸体用船运到郊外丢掉 扒下张明身上的衣服丢入枯井之中 又在枯井里倒入一些泥巴盖住 抛掉了张明的尸体之后 陈辉才告诉妻子 他还杀死了张明的妻子刘氏 陈辉夫妻二人约定 谁也不肯对外透露半点风声 共守同盟 以求了结 过了一年多后 夫妻二人戒没有事发 可是那把杀人的刀还在家里 生怕哪一天因为此物被人抓住把柄 于是王氏便把刀拿去换了瓷器 王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换瓷器的人 竟然是徐之士的手下李虎 徐之士从刀入手 很快就抓住了陈辉 查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徐之士是如何一开始就确定 凶手是邻居的呢 这得从徐之士第一次调查陈辉开始 陈辉说张明夫妻对自己有恩 声泪俱下说张明夫妻百般好处 但在问及夫妻二人是否因为奸情被害时 陈辉的回答非常肯定而果断 这让徐之士起了疑心 陈辉如此肯定 难道知道内情 徐之士于是便让李虎去换瓷器 结果真的找到了凶器 在找到凶器后 徐之士察言观色 发现陈辉神色不对 于是又用言语试探齐妻王氏 结果王氏真以为丈夫招了 为了摆脱杀人罪则说出了实情 此案真相大白 陈辉连杀二人 手段残忍被判处死刑 陈辉妻子与人私通 又包庇罪犯知道实情而不举报 被判处徒刑五年 徐之士慧眼变奸 又妙计勤凶破解了这桩悬案 被当地百姓称为明治之官 明家境39年4月初九早上 浙江淳安县张元外的爱女张小姐 被杀死在闺房内 张元外家 祖上曾任洪志朝吏部左侍郎 是个书香门第 张元外本人乐善好施 在坊间极有口碑 虽已年过半百 可膝下只有一女 势如掌上明珠 女儿琴棋书画真的是无一不惊 家之品貌端正 归中方明 因而是无人不孝 奈何张元外 一心想找一个上门女婿 来日也好继承这万贯家财 再加上小姐本人也眼光颇高 故儿小姐虽已年近二十 可尚未婚配 这在张老元外的心里 是装不晓的事 纯安县令海瑞接到报案 便来到现场 他发现一把匕首 平平地插入张小姐的咽喉 除了匕首 没有脚印、手印 没有破门破窗而入的迹象 闺房内一片凌乱 张小姐的金银首饰被盗窃一空 另外 张府院子的后门一直虚掩着 凶手可能是从后门而入 行凶后又从容离去 张元外说自己持家向来严谨 晚上后门肯定会关 定是府内人将后门打开 李英外和杀死小姐 听了张元外的话 海瑞将张小姐的贴身丫鬟 翠平叫来问话 可翠平一直哭泣 一句话也不说 这时 张府管家张成站了出来 大人 昨日晚间后门没有上座 是我吩咐奴婢们这样做的 之后 张成说出了实情 原来 四月初五 张小姐到城外游玩时 碰到了本县书生王文 两人一见钟情 张成素来善于秉承主子旨意 于是他私下撮合 定于昨晚三更天后 王文到张府内与张小姐优惠 没想到竟惹出一桩血案 张元外听了 什么话也没说 原来自己的女儿 竟被地理与别人优惠 做出此等有为负得的事情 张元外此时除了悲痛 更多的是羞愧 海瑞心中已是血量 为了不让张元外过于尴尬 他没再多问 随后 海瑞命捕头王骏将王文捉拿归案 王骏刚将王文带来 海瑞立即升堂问案 王文 本县念你读过圣贤书 不对你用刑 你为什么被带到大堂之上 本县想你也是知道的 今日你就详细向本县说明 你是如何建才起义 杀死张家小姐的 大人 小人冤枉啊 王文本就有些苍白的脸 此时更加的失去血色 惊恐的冷汗直流 大人 昨夜小人却曾到过小姐归房 那日自城外归来 小人与张小姐定于昨日晚间三更后相会 小人如约前去张家 果见后院门虚掩 小人便推门而入 按张小姐事先告知 小人找到小姐归房 归房的门也没关 小人刚进去就脚下一滑 竟栽倒在地 小人仔细一看 张小姐已被人杀死 小人是被写滑倒的 小人当时惊恐万分 急忙溜走了 那日晚间 你还见到什么了 海瑞问 王文顿了一下说 小人在回家途中 见到屠户张二 好像在街上寻找什么 那是什么时候 海瑞问 大概三更天刚过 王文说 到此 海瑞是一牙抑将王文带下去 之后派王骏火速 缉拿屠户张二 不到两炷香的功夫 张二便被带到 人还未到大厅 海瑞就听到张二在满嘴乱骂 他妈的 老子怎么了 就带老子来衙门 老子又没犯事 大胆张图护 来到大堂还这般咆哮 显见不把本官放在眼里 给我打二十大板 老实了再来问话 左右牙一听了 喊了一声是 便要冲上前 张二当然知道 打板子的厉害 立刻就不再言语 样子看上去老实了许多 只是呼呼地 不断喘着粗气 海瑞见了 不由笑了笑 是一牙一助手 随后 王骏巧声对海瑞说 大人 小人认为此案的凶手 极有可能是王文 那些话怕是他瞎编的 海瑞摇了摇头 王文既是去优惠 哪有怀揣利刃的道理 再则 就算书生带刀 多半也是为了装饰 不会带过于锋利的刀 而丢在现场的凶器 却把短刀长 锋利无比 另外 张小姐被一刀杀死 一个柔弱书生 哪有此等力气 我想凶手应该是 习武之人 或是屠户 说完 海瑞拿出那把匕首 对着张二问 张二 你可认得此刀 大人 这把匕首是小人的 昨天下午在最八仙酒店吃酒时 小人喝醉了 不想就把匕首丢了 半夜小人酒醒后 还到街上寻找 还碰到了王文 张二说 现在怎么到了大人手里 海瑞问 你酒最后到了哪里 小人酒醒后 是在朋友贾大家里 应该是他将小人扶到他家的 张二说 随后 海瑞传来贾大 与张二说的一样 张二 你拥有这把锋利的匕首 都有谁知道 海瑞问 好多人都知道啊 这条街上只有我有这样的匕首 张二说 海瑞见问不出什么了 便吩咐牙抑将张二放回了家 没想到 此案还没破 4月12一早 张府内又发生了凶案 张府丫鬟翠平被人杀死在房间里 海瑞再次赶到张府 翠平倒在靠近窗户的墙边 凶器是一块用不包着的鹅卵石 石头从翠平的后脑砸下 几乎要将翠平的后脑砸烂了 模样相当恐怖 翠平的房内也没有翻动的迹象 门窗完好无损 海瑞不禁点了点头 很显然 翠平的死当然和张小姐的被杀有关 否则根本不会这么巧 很大的可能便是 翠平知道凶手是谁 但是他没有向官府坦白 而是借此要挟凶手 没想到却遭到凶手的灭口 这个时候 海瑞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他已经抓住了凶手的蛛丝马迹 他需要得到铁一般的证据 否则凶手是不会认账的 他知道 这个凶手是一个奸华之徒 想了想 海瑞记上心头 他冲着已然有些迟钝的张员外 抱以同情的微笑 吩咐手下的牙医搀扶着张员外 重新回到客厅里去 而自己则和王骏 在翠平的房间里搜索着什么 很快 海瑞就在翠平的床下 发现了一双新做好的男鞋 尺码比较大 一看就只是做给一名成年男子穿的 海瑞不由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他悄悄向王骏低声说了几句 王骏抽身离开 接着 海瑞让管家张成 将张府所有男性家丁叫来 所有人到齐后 海瑞让他们挨着试穿鞋子 正在这时 王骏到海瑞耳边耳语了一番 海瑞点了点头 很快 所有人都试了一遍 只有张成穿上鞋子极为合适 海瑞脸色一沉 大胆张成 还不速速道来 你是如何杀死张小姐和丫鬟翠平的 张成大喊 大人 冤枉啊 我是和翠平有私情 鞋子也是他给我做的 但我绝对没有杀人 那你为何要将蓝布包裹 埋在你的床下 海瑞喝道 原来就在张成集合家丁时 海瑞让王骏四处搜查 王骏发现张成住的房内的床下 有新翻出的泥土 王骏刨开泥土 发现了蓝布包裹 这时 王骏拿来包裹 抖开后里面是些金银首饰 张员外一看 这些金银首饰都是爱女的 看到包裹 张成彻底傻了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经过 原来 张成和翠平早就勾搭成奸 他们并不满足自己下人的身份 他们早就觊觎着张员外的家产 他们知道 老员外只有一女 而只要能和张小姐结婚 那就等于得到了老员外的财产 可是 让他们失望的是 张成向张小姐表达过自己的爱意 被张小姐拒绝了 正在他们感到绝望的时候 机会来了 四月初五 张小姐巧遇王文 张成便假意为王文和张小姐牵线搭桥 实则想趁机冒充王文霸占张小姐 进而达到霸占张家家产的目的 那日下午 张成去追八仙酒店持久 恰好屠户张二也在那里 张二喝醉了 把随身带的匕首丢在地下 等张二有朋友掺着走后 张成拿起匕首揣进了怀中 当晚 张成冒充王文想要非礼张小姐 结果被张小姐认出 张成害怕事情败露 就用匕首杀害了张小姐 随后乱番一气 拿走金银首饰 制造图裁害命的假象 张成杀人之事 翠平是知道的 张成害怕翠平说出去 便将翠平也杀了 案子破了后 王骏问海瑞凭什么断定 图护张二不是凶手 海瑞说 凶手的个头应该比较高大 首先 那把杀害小姐的匕首 是平平地刺入小姐的咽喉的 小姐的个头不算矮 凶手起码应比小姐还要高 而王文和张二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另外 杀害翠平用的那块石头 是从翠平的后脑砸中的 而且是从上至下 这更需要凶手拥有相当的高度 而张成具备了那样的条件 再说 鞋子和包裹 也无疑证实了凶手就是张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